来源 潮新闻 前江晚报 综合咨问领发布 酒派新闻 央视一套 微博 网友评论等 这两天 报道8亿冲突的中国战地女记者陈惠惠受到关注 相关话题几度冲上热搜 据网友介绍 陈惠惠是央视第一梯队抵达战场所在地的记者 10月9日 她从前线发回第一篇报道 最新的报道是她11月1日发出的 到11月4日为止 她已经在战地坚持了整整27天 对此 当事人陈惠惠发布回应称 人生第一次要带有自己名字的话题 谢谢大家的留言和支持 鼓励何心意都收到 她在微博上也提到战地记者的经历 全文如下 总台记者陈惠惠 姚书博发自巴以冲突前线的报道 这是我这段时间每天新闻的报道 前两天台里小伙伴给我留言 惠惠 每次看完你的现场报道 听完最后一句 直播线上所有同事都特想看看书博长啥样 确实 所有的前线报道都是我们共同完成的 但观众只看到了镜头里的记者 很多网友留言说 记者好勇敢 枪炮声不断 但语速平稳流畅 似乎丝毫不受影响 但实际上每天在边界 最害怕的那个人是我 有点风吹草动一响 都非常警觉 姚老师总是笑着安慰我 别怕 不会有事的 这几天 我们一直在距离加沙北部 不到一公里的小山坡上报道 炮击声枪机声不断 战机在头上轰鸣 我躲进附近一个幼儿园防空洞里 编完片子往车里走的时候 被姚老师叫住 因为天气太热 且防弹衣实在太重 我编辑片子的时候很吃力 所以暂时脱掉了 赶紧把防弹衣穿上头盔 戴好再出去 说完姚老师放下手中的摄像机和往常一样帮我穿戴好 防弹衣太重我自己一个人根本穿不动 每次都是姚老师先帮我穿好他再穿自己的 其实从幼儿园到我们停车的地方不到一百米 但他说的对 危险随处不在 他也不是真的不害怕 之前只是都在安慰我 这是我第一次和迪拜中心站的摄像老师合作 感谢战友 毕生难忘 也谢谢大家的留言和支持 前段时间太忙 确实没顾上一一回复 但所有鼓励和心意都收到 人生第一次要带有自己名字的话题了 据陈辉会在社交媒体透露 第二批增援记者即将到位 希望自己能顺利撤回 占地记者的家人 既担心又骄傲 这份工作很忙 占地记者要做许多翻译的案头工作 要随时准备连线国内进行直播 这份工作很危险 在这个弥漫硝烟的地方 经常能看到有占地记者伤亡的报道 对于陈辉会的工作 家人们成了强大的后盾 陈辉会的父亲陈恩傅说 女儿去前线当占地记者的消息 他们还是从微博和电视上知道的 后来陈辉会才告诉他们 自己平时筑点在土耳其 离战场近 又有过占地报道的经验 对于急难险重的任务 他当仁不让 义不容辞 作为家人 说不担心是假的 但我们也为他骄傲 陈恩傅说 现在他和老伴只要一有空 就守在电视机前 从上午到晚上 各种新闻都看 电视基本锁定在央视新闻频道 和国际频道 或者刷新手机 看看女儿社交账号 是否更新了视频 为了不打扰女儿的工作 老两口几乎不会主动打电话给他 都是等着他打电话回来 聊的内容 大多刻意避开占地危险的话题 取而代之的是安全保护措施 做得真到位 等另一种形式的报平安 在电话中 老人们只能将对女儿的爱 置于一句句的叮咛嘱咐咐中 而电话挂断后的牵挂和心酸 只有自己知道 即便如此 他们从无怨言 这是他的工作 他的职责 我们能做的就是坚定的支持 同学们眼中的陈慧慧 陈慧慧上热搜后 关于他的报道 也在温岭中学1994届二班的班级群里刷屏 很多高中同学发朋友圈 为他点赞 在温岭13中 担任语文老师的梁海燕 也在微信朋友圈 为老同学祈福 为我们勇敢的同学点赞 愿平安 在梁海燕的记忆中 高中时期的陈慧慧各自小小 非常阳光 笑起来有一对可爱的小虎牙 他学习非常努力 成绩也非常好 高中毕业后去了北京上大学 梁海燕说 知道陈慧慧去当占地记者后 就非常惊讶 更多的是佩服 没想到他小小的身躯里 竟然蕴藏着这么大的能量 毕业后这么多年 因为工作原因 高中同学的聚会陈慧慧几乎都没有来参加 不过对于这位同窗 不少同学一点也不陌生 曾经在央视新闻联播上看到他 也是在冲突一线报道 非常勇敢 梁海燕说 前段时间陪儿子参加温岭中学的生涯规划大赛 有一个学生规划的职业 就是占地记者 陈慧慧正是他的偶像 我当时就跟儿子介绍 陈慧慧是我的同学 真的觉得非常自豪 网友评论 一定要平安归来 对此一事 不少网友认为 陈慧慧十分勇敢 也期盼着他平安归来 at xy 千万注意安全 早日平安归来 at喜欢的话 请扣一 太勇敢了 但是还是希望你快点平安归来 at又是逃离芳飞时 占地记者真的很了不起 真是金国英雄 望平安 at低调的赵小姐也好勇敢 去的时候 可能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一定要平安 at Sarah往前冲啊 姐姐注意安全 祝平安 你和同事忙完了赶紧回来 敢于再听得到炮声的地方报道 她的逆行令人感动和钦佩 她是新闻工作者的骄傲 陈慧慧 期待你早日平安归来 祝平安归来 !